溫市中心星期日傍晚6點左右,一隻白頭鷹在梅港社區一個路燈上飽餐海鷗,留下一地海鷗魚毛,吸引很多人住足為觀。 白頭鷹又叫禿鷹或美國鷹,它是美國的國鳥,這類晚琴身高最高能達到1米,逆展最多能達2.4米,非常威武。 很多人不知道,雖然白頭鷹是美國國鳥,但加拿大才是它們最大的棲息地。 每年冬天,白頭鷹會在阿拉斯加南下,在大溫地區停留。 除了Harrison Mills之外,在威士拿和Squamish周邊也會聚集大量的白頭鷹, 那裡每年1月還會舉辦白頭鷹節,讓人欣賞它們的紅支。 白頭鷹數量曾經在1963年跌至谷底,全美國只剩下417隻白頭鷹,幾乎成為憑藝物種。 如今在法律保護的情況下,數量才再度回升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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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